我設計時,我都會想到幫客人去想怎樣把圖做到有更加連貫性 而不會就這樣要一個天使就連一個天使 我一定會找一些配角去塵托它 那一部分完成後,就算它不是找我塵托,而是找另一個塵托 連貫下去也不會有太多的斷層 我想這件作品完成後,整體看起來是一個很完整的畫面 這個客人的腰部有一個很深色舊的Trible 它找我塵托,但它有一個主題,它就說想做聖母 然後我就找了一個聖母圖,為什麼選這個呢? 因為它的衣服下面那一部分比較深色,就可以遮蓋它舊的Trible 你看到我的稿都很粗糙的,我隨便刷,剪,大約一個位置 那我再想一個方法,因為一個背,我想做它是一個對稱的感覺 選了一個教堂的背景,再左右做了兩個天使 這樣看下去做一個對稱的感覺 我為什麼做得這麼粗糙呢? 因為我要約客人上來一次,我將所有圖的Print出來 再走一次大小,再去拍一次位數 我未必一定會貼上去的 通常上到來,我Print一模一樣的大小 然後逐拍貼,就這樣將一張字貼在身上看 就不是印上去的 通常客人上來找我聊完圖 接著,它下了訂金之後,我就會開一個File 到那時候,那個File都一直是保持著的 去到它完成了,我才會再處理它的圖 扔了或者怎樣 那可能每次上來,我第一次做 可能印了一個大廊,然後每次我就會逐一拍,逐一拍 這樣去刺上去 因為這個是全背,所以它的圖會比較多 它都不是全背的了,它是全身 因為它做完背後就開始做前面 可能每次做,可能這張是一個背景 這張是其中一次我做過BB的樣子 還有後面教堂窗框裡面的細節位 逐拍逐拍,好像拼圖一樣拼回去 我的做法就比較不喜歡,先將整個背後做完水線 因為第一,我不知道我隔多久再幫客人做 我怕水線會沒有了 第二,勾完那條水線,它會痛一次 然後我下次來,我可能貼下去 有些位是,那條線是根本又要勾多一次 它總共痛兩次,我覺得有點無謂 所以我每次做多少東西,我就貼多少 這次的客人,他給我的主題是 他想要一個天使和一個鐘 那我沒有理由就這樣選一個天使和一個鐘 就這樣貼到上手臂那裡 因為所有位置會變得很不對 為什麼不正確是,好像一張照片搭一張照片 我一定要找一些東西去串連整個圖 例如,現在是一個手臂 我就拿手臂的中間,然後做一個對稱的天使 因為它圓形的鐘,它看起來都是對稱的 所以所有東西我就先做了對稱 然後我再用一個,我們叫唐草,中國這些pattern 去做一個S形的走向,去串連兩個圖 然後呢,中間的位置,可能唐草這裡有一個圓形 然後,天使後面這裡做了一個圓形的光 後面的鐘也是圓形 然後,天使的光去將鐘再做多一層層次 那變相看下去就有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第四層 人是立體的,它不是一張平面 所以,有時候我將這些圖做完出來 可能到貼上身的時候,我會將這些圖剪到很碎 可能有些位置要分散,改一改,捏一捏 然後,上面再用手畫的方法去捏 因為上手臂的位置,它糊了下去 那我不可以直接就把這個東西印下去 如果直接印下去的話 那些位置會不對 會很不順 所以,我將主體的東西印了之後 有些位置,我也是要free hand畫 因為這次的圖是對稱 我會對接,拿了一條鐘線 然後,再在手臂上拿回中間位 然後,我會用膠刺定一定 然後,我用筆mark and mark 要貼的位置 因為這隻手是圓柱體和有肌肉紋 所以,不可以直接這樣捏下去 可能有些位置,轉頭要free hand畫一畫 然後,我要剪一剪圖,讓它容易裂下去 然後,我們就要塗一些轉印的膠 因為你有膠紙定了一個位置之後 它不會移動了 那你貼的時候,只追一個點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就幾個方位 那就會方便很多 而且,要容易對對的位置 我大約做圖,已經想好了大約的形 那做的時候,要看肌肉的紋味 再去走 我會選一些淺色的筆 做了一個草稿線 然後,大約畫出來 然後,再慢慢改 因為這個marker 我通常都是大約畫出來的位置 然後,再用原子筆去慢慢改 所以,我通常會主角在上面 用一些配角 或者用一些東西去串連這個位置 那你下一次搭下去做的話 就不會有一個斷層的問題 而且,這裡盡可能就做高一點 很少看上去完整一點 在一個手臂的位置做完 我不會去到這裡 因為,你做完出來拍照的時候 會好像整個圖掉到下面 如果我直接把這個位置做一塊東西 因為這個位置就會間接做 黏在空中 或者背上 就會影響你背部的設計 或者胸口的設計 就是留下一個空間位 讓兩邊走窄 所以,很多時候 客人叫我把圖給他 我也不會把圖給客人 因為 我把圖是平面的 但你的手 或者其他位置是立體的 即是印是立體的 我給你看一張平面的東西 跟你擺上手的感覺 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通常都會約客上來 實質看一次 或者我印出來 印上去看一次 這樣看下去 整件事會比較準確